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月光 看到不少同事都开上了小车 他也手痒难受 发誓不在一年内买车就不是人 我问他 你现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借这么多钱买车不是让自己现金债务深渊吗 几年都抬不起头的 他不屑地笑了笑 你没听过越会花钱的人越有钱吗 我顿时语色 开了几张信用卡 在找民间借贷平台凑了不少 总算入手了一辆白色福克斯 开起来贼爽贼爽 一口气绕广州跑了好几圈 每天开着小车上班 也是无限风光 只是没高兴几天 麻烦就来了 还信用卡 还车贷 以及每个月的各种开销 瞬间让他傻眼了 根本还不起啊 远远超过他的收入 只好向亲戚朋友借钱 看着自己堆起来的债务 晚上做梦都能给吓起来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还钱 没日没夜的还钱 不吃不喝的还钱 想想都觉得可怕 至于买房 结婚 投资 提升能力这些东西就根本不用想了 连想的资格都没有 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 并非毫无道理 财务上的适度焦虑 确实能让人产生一定的紧迫感 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促使你拼命工作 努力赚钱 做更好的财产分配和规划 人类的可悲之处就在于 理性的思考 永远压制不住消费的欲望 尤其是对于想立马过上标配人生的年轻人而言 永远不知道适度是什么概念 他们只知道 年轻人啊 你们不要省 越节省的人越穷啊 你们要使劲花钱 越花钱才越会赚钱啊 衣服一定要穿贵的 化妆品一定要用国外的 包包一定要上万的 女人怎么能委屈自己呢 男人怎么能没车呢 没车 你还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谈结婚呢 你确实在努力花钱 只是 你真的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吗 有一种说法是 如果你能给自己存个一两万的集用钱 你就差不多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人了 因为中国年轻人不合理负债 已到了令人堪忧的程度 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一代 对信贷消费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 红利金融的数据显示 中国年轻一代深悲的债务竟达到了他们月收入的十八点五倍 在亚洲同龄人里也排在最高一档 中国前几代人节俭的消费观 让中国成为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而新成长起来的一群年轻人 却让我们成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国度 小马的奶奶曾对他说 自己一辈子只欠过一次债 而且是一百元 他不敢告诉奶奶 自己信用卡里已欠下十万的债务 而他才二十三岁 工作一年 他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欠下如此之多的钱 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欠越多 夜里做梦都会惊醒 我该怎么还 我该怎么还 这个社会只会教你如何去买买买 但永远都不会教你 信用卡刷爆了该怎么还 别再忽悠年轻人消费了 他们真的消费不起 天涯上看到一个帖子 一个负债累累罪人的字数 我是个罪人 我犯了很大的错 欠了巨款 这些钱足以让家人承受一辈子 我该怎么解决 我该何去何从 我记录我以后每天的生活 希望与正在犯错的人一提醒 走在荒芜的街道 感觉好累好累 喘气 抽空了一样 嘴里喃喃说着怎么办 谁能帮帮我 怎么办 怎么办 不知道该去哪里 不知道该在下个路口右转还是左转 我看着街上的那些陌生人 有的忙忙碌碌 有的悠闲自在 像是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生活 抬起头看到高楼耸立 我该去哪里 我没有落泪 只是心在流血一样 我放弃了挣扎的欲望 懒懒地看着出租车的窗外 闭上眼睛 努力地睁开眼睛 用力地想着一切都会过去 睁开眼睛 心还是痛得低血 夜幕降临了 我还是没流泪 我喜欢晚上 因为晚上整个世界都会睡觉 我的电话不会再响 突然 我想到了我的爱人 如果他知道了 他该怎么办 差一点落泪 好想他 好想抱他大哭一场 一瞬间的想法总是可怕的 就像是从33楼往下望的感觉 感觉底下不是深渊 而是天堂 但是那样会害了多少人 债务有多可怕 看看新闻就知道 29岁的年轻人想一夜暴富 借钱买彩票 欠款40万 无力偿还 跳楼自杀 大学生背负百万债务 无力偿还 留一言后跳楼 河南大学生借网贷赌球 欠款数十万 跳楼自杀 类似的新闻从未间断 大多为年轻人 而且负债自杀的基本上 是不合理消费所造成的 并非因为买房或其他自我投资 而造成的正当负债 当月光族已不再新鲜的时候 如今又兴起了借光族 这个月的钱不够 就利用信用卡透支 花下个月的钱 长此以往 财务上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 一旦失业 必然捉襟见肘 陷入困顿 不但是去了最好的上升时期 还想过早地透支 未来的幸福 年轻时花钱无度 到老了也就只剩下捉襟见肘了 哪怕你很有钱 泰森 全球最著名的拳王 二十岁便获得了世界重量级冠军 在二十多年的拳系生涯中 总共挣了四亿多美元 二十四多亿人民币啊 想想都觉得激动 但是他生活极其奢侈 灰金如土 他有过六座豪宅 其中一座豪宅有108个房间 38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影院和豪华的夜总会 他买过一百一十辆名贵的汽车 其中的三分之一都送给了朋友 他养白老虎当宠物 最多的时候养了五只老虎 其中有两只价值七万美元的孟加拉白虎 后来因为法律不允许才作罢 付给训寿师的钱就有十二万美元 他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酒店 包下了带游泳池的套房 一个晚上房租一万五千美金 在这样的套房里点一杯鸡尾酒就要一千美元 而泰森每次放在服务生托盘中的小费 都不会少于两千美元 在凯撒宫赌场饭店 泰森甚至带着一大群 他叫不出名字的朋友走进商场 一小时就刷卡五十万美元 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买 到了2004年12月底 泰森的资产只剩下了一千七百四十万美元 但是债务却高达两千八百万美元 2005年8月 泰森向纽约的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就在他申请破产之前 他还在拉斯维加斯一家珠宝店 买走了一条相有钻石的 价值十七万美元的金项链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越花钱的人会越有钱 花钱和挣钱永远不会等同 花钱的时候确实很爽 感觉像个富人 不要等到花完之后 才在半夜惊醒 我竟然欠下这么多的钱 凯恩斯说 贫富差距的根源 埋在人们对经济所持的态度 怎么花和花多少钱 永远不是同一个概念 如果你还年轻 还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不想债务缠身 不想半夜惊醒 不想让自己年过四十 都还挣扎在生存线上 那么是时候改变下你的花钱态度了 一 百分之十理论 自身投资人王诗文建议 将家庭非必需品开销 坚决控制在月消费额的百分之十以下 否则既把钱花在了不实际的东西上 还增加了扔东西的烦恼 二 先后原则 刘彦斌说 汽车并非生活必需品 贸然买车不仅会立刻贬值 而且会使你背上许多消费负担 透支你未来的幸福 没房之前不要买车 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过时 三 做有效投资 而不是无效消费 所谓有效花钱 一定是有增值的空间 比如买房 买基金等 无效的花钱 从买回来的那一刻 就开始贬值 比如车 电子产品等 当然 花钱提升自己 永远是最有效的投资 四 避免交易效用偏见 多数人花钱的时候 通常是在商品参考价格 低于实际价值时 冲动入手的 比如商城促销 比如双十一 多数党通常会买一堆 在家里摆着 但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然后等着吃灰 五 花钱记账 这是最土的办法了 但这也是养成良好 消费习惯 最有效的办法了 记着记着 你就会明白 你是如何一步一步 变得一穷二白的了 下次花钱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有个数了 六 开源才是最终法则 正如作家胡鲁森所说 作为一名工薪族 应尽可能提高收入 想方设法多开源 把本金这个雪球 通过多种形式 积累做大之后 再通过科学的规划 慢慢滚大 当然 前提是 在变得有钱之前 千万不要把信用卡的欠款 越滚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